家中的两个男孩 在装潢上各有不同的喜好和需求 尤其是大男孩房 还带有现代普普风的味道呢 想不到我们看到 这私领域的第一个房间 既然跟外面的风格 感觉像是两个不同的空间 很跳动的 是 这个房间它是属于大儿子的房间 我们在这个床头的造型 我们加了这个不锈钢的一个造型 让它白色与这个不锈钢 配合起来有不同的味道 还满时尚的 我觉得应该算是年轻人喜欢的感觉 是 它在这个床上面 有做这个间接的灯源 这样有一条弧形光带 它在底部的部分 有做圆弧的造型 我们在床的底下 也做了所谓的间接的灯源 所以让这个床不会感觉非常笨重 而是它有轻盈的效果 有 是 如果灯都关掉只光看这个光带 它是死在半空中的一个床的感觉 对 所以感觉蛮现代的 而且你用的材质 真的就是我讲比较时尚 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材质 我已经看到一个不锈钢的金属面 还有的部分像是 我们在它的书座上方的吊会 我们采用皮革以及灰烬的做法 这样是比较时尚跟现代的做法 它感觉上就是比较时尚现代味道 OK 当初我们在规划这个小南海的部分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想法 它希望能够一进门的时候 有所谓蓝光的部分 这时候我已经想到 蓝光代表一个类似于海岸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它进门的地面上 我们做出所谓的一个海沙 加上这个贝壳 加上边条 我们作为蓝光的投射 这个可以让在夜间的时候 有一种不同的氛围 那重要一点就是 它的这个桌子的部分 我们采用比较特殊的做法 打破以往 所谓用木皮的 或者是烤漆的做法 我们台面使所用人造式的做法 那人造式的做法 我们还做了一个弯曲的一个造型 让整个呈现出比较现代感的味道 你进来就觉得是长辈房 因为跟儿子房的那个 整个痛掉跳得蛮快的 因为它就变得就稳重的空间了 是的 因为它选择的木皮比较成 比较稳重一点 比较深色 而且床铺来讲它也是 经过沟通之后 它喜欢分床 越来越多比较年长的这个长辈 做这样的选择 是 因为怕说影响到另外一半 所以他们做这样的区隔 对 但我们在床头的部分 它其实是有个窗户的 那窗户问题是不对中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所谓的床头背板的造型 来演示这样的问题 这个床头背板呢 我们用了另外一种材质 比如说金属跟灰色的亮面皮革 来做它床头不一样的层次做法 那感觉的话比较更现代一点 它的这个收纳的功能 因为你一开始有提到 它们很在乎 对 没有错 因为女主人来讲 她有所谓的私人的更衣间 更衣间 对 那男主人来讲 她也有她自己的衣柜 所以我们衣柜呢 刚好是在她的前面的右边 她是为衣柜 但是她整道来讲 她的左边是一个主浴室 主浴室门片吗 对 那我们为了要做一个延伸的效果 那我们就整片来讲 都以木皮的这种稳重色 来做延伸的效果 对 那我们在木皮再沿过来之后 它有一个所谓的 书桌间化妆台的做法 让它能够两用的一个做法 这个台面很大 是从床侧边一直延伸到 这个衣柜室面前面 对 所以它很棒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床侧边柜的功用 是 有这个台面 然后下面还可以有收纳的功能 是的 OK 所以我想看完这个房子 从VCR一路看到现在 你会发现 老屋 其实翻新之后 它也有一个新房子的感觉 而且老屋也可以有第二春 对 它也有一个崭新的预言 在台北市精华地段 屏数不算大的住办合一空间 老屋翻新 着实考验着设计师的智慧 运用隐喻的手法 打破空间限制 更贴心地将走到门片 改成不对门设计 除了符合屋主的需求之外 设计师细腻的心思 在其中一览无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